他们现在只能够绕过这辆小车 然后骑到这个机动车上面去 这辆电动车的车主 是在这个马路中间来回的穿梭 这样非常的危险 记者发现很多小车 未图方便停车 无视标识标线 直接霸占了非机动车道 导致自行车电动车 只能在马路中间穿梭 十分危险 肯定不安全了 容易被车装保 肯定有安全隐患啊 高峰期的话 那肯定影响交通了 每逢周末 五亿商圈的车辆倍增 加上附近商场的停车位景峭 很多车主未图方便 直接将车停在 黄兴中路的非机动车道上 像平时车主到这边来 最好还是找停车场临时停靠 虽然有时候你人在车上 只停这么一下子 但表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比如说靠路边停的话 对我们的交通影响 而是特别大的 师傅 问一下 您刚刚是在这边是准备 是接人还是个跑 有个朋友 进去上个洗手间 上个洗手间 我等他两分钟就走了 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看前代 我就记得 我都没敢下车 我等他两分钟就走了 是这样子 您知道这边属于一个 进停的路段吗 有没有看到前面 有一个机动车 进停的这个标志呢 我看到这么多人 而且是两分钟就走了 所以也没想那么多 为了上下课方便 很多车主会将车 开进飞机轮车道 交警对车主进行劝导 并要求立即驾车离开 但很多驾驶员 却无视标示标现 将车停在围停路段 直接拔钥匙走人 交警对这些围停车辆 是处以驾驶证扣三分 罚款一百元的处罚 我们在这里 输了这个进停牌 是严禁任何车辆 临时停泛的 我们的汽车 把我们这个非机动车道 给占用了的话 导致我们的非机动车 就要走到这个 机动车道上面来 这对我们的机动车 或者非机动车 它的行车安全 都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在我们的上半时间段 会不间断的巡逻操牌 就是发现这种围停的车主 假如是有驾驶员在车上 我们会进行一个劝导 假如驾驶员没在车上的话 我们会进行一个操牌的处罚